这是一台小体积 稳定输出 偏苹果风格的45瓦氮化价充电器 不卷鞋液 不卷价格 它只卷一件事在极小的体积里 把稳定性和电器品质做到足够的可靠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提到摩尔菲 老玩家应该不陌生 2005年成立于美国加州 最早是靠iPhone背夹电子活起来的 后来一路扩展到移动电源无线充和桌面充 如今它是JAGG旗下的直品牌 定位偏高端 这个充电器是咱们的粉丝跟前面的45瓦贝尔金一起寄过来的 说实话拖了很久了 确实是不好意思 这个充电器单口45瓦 看似没有什么花烧的配置 但是它的目标用户很明确 就是广大的苹果用户群体 在如今快通生态里 这个充电器到底能不能打 性能表现如何 今天我们通过全面的测试 把它真实实力拉出来看一看 包装盒很简洁 摩尔菲的logo 充电头的实拍图片 45瓦高速快中 淡化一家技术 背面是充电器的三个特色吧 它这个有24个月的质保 这个算它的一个特色吧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看一下 同样是全纸质的环保包装 但是这个提手是一点塑料 充电器的说明书 整个充电器纯白色的配色 充电口这一面为光面的塑料 摩尔菲的logo 45瓦的logo 折叠插角的设计 侧面为磨砂的质感 插角的折叠力度还算是可以 充电器连包装盒的重量97.5克 单充电头重量59.8克 充电头的厚度34 这一面也是34毫米 高度为41毫米 连折叠插角一起的高度56毫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 摩尔菲 45瓦淡化夹快充充电器 产品型号 ESSGAN45WECCN 输入规格100-240V全球电压 输出5V3A 9V3A 12V3A 15V3A 20V2.25A 海拔小运2000米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循环10年 双路绝缘 5类电子产品 室内使用 3C认证 至格深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下面是SN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解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45瓦充电器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有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最高功率18瓦 华为SCP最高功率写的是25瓦 三星AFC最高功率是24瓦 PD3.0 45瓦 PVS QC4加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2.25A 45瓦 PVS是两个档位 5-16V 2.8A 5-21V的2.25A DCP Apple 2.4 两个基础协议 咱们老规矩 上手机 看它的充电兼容性 首先是你家的设备 显示的快速充电 没有启动PVS快充 真实功率只有15瓦左右 这一台是蓝厂的iQOO 可以开启Vivo的闪充标识 已经启动了PVS快充 但是这个功率的话 需要重新拔插一下 它才可以正确的握手PVS 现在功率已经跑到23瓦左右 这部手机为绿场的OPPO手机 可以启动超级闪充 这个就不需要重新拔插 就启动了PVS的功率 这次功率同样是23瓦左右 我们用这个荣耀200来测试 华为和荣耀的兼容性 启动的是华为的超级闪充 刚开始启动的是SCP的协议 但是这个充电器反应有点慢 要等一会过后 它又可以启动PVS的高功率的快充 大家看一下这个荣耀200 正式功率已经跑到38瓦 这一部为三星乐陆10家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快充2.0 快充2.0 但是这个功率的话 刚刚最高跑到17瓦 现在只有14瓦多 应该是没有5A的PVS 造成的这个功率低下 我们还是老规矩 兼容性测试 测试到的最高功率 我们来采集数据 我们用这个荣耀200 来采集这个充电器的PVS 充电时的数据情况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4%的电量 这个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前面一分钟时间是 从SCP协议转到PVS协议 然后就是37瓦的70功率 充到85%的时候 为40瓦的功率 下降到34瓦功率 充了几分钟时间 充到90% 逐渐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从14%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37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采集线 采到的充电温度的情况 最高温度为60摄氏度 这个是给手机充电 40瓦的最高功率 达到60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温度 大概就是189度 苹果手机的充电数据采集 我们还是用这个16plus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 还有14% 我们直接充电 这个手机已经充到84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四阶段曲线图 还算是标准 最高功率 28瓦 只持续了4分钟时间 后面21瓦的功率 持续了9分钟 45瓦的功率 持续了8分钟 9瓦的功率 竟然持续了9分多钟时间 这个手机从14%的电 充到80的电 花了50分钟时间 充电时间偏长 如果是0到80的话 50分钟还差不多 采集线采到 充电器表面的温度 最高的时候是43摄氏度 给苹果手机 20多瓦的功率 40多摄氏度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这个充电器 45瓦烤机的情况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45瓦功率 真实功率是44.6瓦 持续输出了 一小时40多分钟 温度拉平直了 咱们就停了 就没有必要再持续的 拉载下去 整体的最高温度 采集线采到是 71.7摄氏度 同时热像仪采集到 它的表面温度最高 也是在71点几摄氏度 这个Murfe 45瓦 是可以长时间的输出的 只是这个温度 有点偏高 因为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温度 才18度左右的温度 如果室温环境 再涨一点的话 这个温度就会变得很烫手 我们现在就是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 转换效率的情况 首先是测试 110V工况 在这个110V电压档位下 经过十多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 表现很亮眼 约为0.04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17.5瓦 这边直流输出 14.5瓦 则算转换效率 83% 27瓦功率 110V输出 30.5瓦 这边直流输出 26.4瓦 则算转换效率 87% 36瓦功率 110V输出 40.6瓦 这边直流输出 35.4瓦 则算转换效率 也是87% 45瓦功率 110V输出 50.4瓦 这边直流输出 44.4瓦 则算转换效率 88% 20V挡回 45瓦功率 110V输出 50.4瓦 这边直流输出 44.8瓦 则算转换效率 89% 接着是 225V 50Hz的电压状态 经过10多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0.06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 17.5瓦 这边直流输出 14.5瓦 则算转换效率 83% 27瓦功率 225V输出 30.6瓦 这边直流输出 26.3瓦 则算转换效率 86% 36瓦功率 225V输出 40.3瓦 这边直流输出 35.3瓦 则算转换效率 88% 45瓦功率 225V输出 49.9瓦 这边直流输出 44.3瓦 则算转换效率 89% 25V输出 45瓦功率 225V输出 49.96 也就是50瓦 这边直流输出 44.7瓦 则算转换效率 还是89%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 就是各位老铁门 最关注的数据 就是测试它的 文波情况 现在充电器 已经是温温热的状态 我们开始测试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 104毫浮 平均文波 95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文波最高 92.3毫浮 平均文波 87毫浮左右 36瓦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 是97.5毫浮 平均文波 92毫浮左右 45瓦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 104.4毫浮 平均文波 99毫浮左右 25档位 45瓦功率 文波最高 98.1毫浮 平均文波 92毫浮左右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 这个充电器的文波水平 非常像苹果的原装充电器 总体都是非常平稳 非常平直的文波 这种文波的话 就无惧对我们手机电池的伤害了 从这次完整的测试表现来看 模尔飞45瓦 弹滑甲充电器 体现出非常显明的 品牌工程取向 体积做得小 性能调得稳健 电器品质 保持美系的水准 在协议方面 华为SCP握手顺畅 OPPO Vivo PBS正常使用 但Vivo需要偶尔重新拔插一下 荣耀从SCP切到PBS 速度有点慢 这属于正常的调校策略 整体兼容性可用 性能部分PBS可以达到40瓦 可体的温度偏高 实测苹果16plus 充电速度尚可 烤机方面 在这样的小体积下 它还能维持45瓦连续输出 超过1.5小时 没有降打71摄氏度的可体温度 本质上是这个体积带来的热容限制 属于行业合理的区间吧 但是这个能效表现 110V和220V 最高的峰值效率可以到89 平均效率也稳在主流的水平上 待机功耗仅为0.04瓦和0.06瓦 是非常亮眼的层级 纹波表现更是接近苹果原装 整体的波形平直无毛次 说明它的电源环路控制 与滤波设计很成熟 整体来看 这是一台小体积稳定输出 偏苹果风格的45瓦淡化价充电器 不卷鞋液不卷价格 它只卷一件事 在极小的体积里 把稳定性和电器品质做到足够的可靠 我的购买建议是 推荐苹果手机用户入手 荣耀和Vivo用户 如果不建议可体的温度也可以用 华为和OPPO20多瓦的功率 日常使用也是没有问题 小米甚选 iPad和Mark甚选温度有点高 测试为了了解 赛事为了扔下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